我是旅遊記者 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去南亞海嘯 大家記得南亞海嘯最嚴重的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布吉島 當時布吉去海嘯後 然後時隔一年,我又再去那裡 有一個行程是要去海嘯村 那條村本身是3000人 但只剩300人 我記得我的行程是四天三夜 到最後那一晚,朋友說明天也要離開 不如我們去喝杯飲料吧 我記得喝到一時多鐘 因為要離開,要執行李 大家去花火 我的房間就在最尾 我記得是L字形 走到最尾,我走到好像轉彎的位置 我感覺到有些東西穿過了我 我不知道是到底我穿過他 還是他穿過我 但我明顯感覺到一件事 就是在我後面被影 那一刻我又不是喝醉酒 我感覺到自己原來人中原來 真的有靈魂 我回房間,感覺到有些東西跟著我 因為這些事我也經常發生 我就覺得一定是有些東西 然後我就很搞笑地對著這張照片 說我執行李 你自己招呼自己,你別搞我 我幫不了你的命 誰知道我因為要轉機 我是要向布吉飛去Bangkot Bangkot我留了半天 然後就糟糕了 那半天我整天都不舒服 我整天都肚子 我一直好像回到來 訂了一個星期 我也知道自己招呼了 我就跟一個懂法科的舅舅說 但舅舅就罵我 叫了你不要去泰國 他說知道你會招呼了 又是循例給你一碗符水 你喝了就算了 喝完符水後,真的沒事 英國的靈異經歷 我那年去一個地方叫藥克棍 藥克棍本身是一個挺多鬼的地方 旅遊局也推銷那裡是多鬼的 我記得差不多的行程 我記得去了九天 九天,我輸回我的團友 包括二連三話撞到鬼 我輸回自己也沒有感覺 誰知道我去到藥克這個城市時 那是出名的鬼城 我就真正撞到鬼了 我參加一個旅遊行程中 旅遊局安排了 其實很簡單 有一個港古佬 帶你到城市時 每個地區就會討論鬼故事 當時我記得在8時吃飽飯去逛 聽聽大家都吃飽飯 又有點想睡覺 我記得我也是其中一份想睡覺的人 走到一個小教堂的前面 很難得看到一個石膊 我看到一個石膊 既然這麼晚睡,不如坐一坐吧 一坐下 我記得我身後有幾塊墓碑 我沒甚麼懷疑 累的時候,因為想坐就坐下 一坐下,我感覺到後面涼滋滋 我看一看,不好意思 我便離開了 然後同樣跟我睏眼睡 還有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摺了那張小椅子 就是那個位置,坐下 他說他感覺到 簡直是一隻鬼抱著他 然後他感覺到不對勁 他看到我走到人群時 他就向來問我 你剛才是否感覺到一些東西 我立即看著他 我說難道你又是 他說是,他感覺到 我感覺到一隻鬼抱著我 我說不一定是女鬼 因為我的朋友是男人 我們說笑,這個行程真是值得 好像在說八磅而已 但你有親身的感受 其實我當時拍攝十二傳說 我想說我病足傳劇 真的 她有甚麼事 就是我… 你先說甚麼 就是在說香港的傳說 對… 例如新娘談 是嗎 對 然後我們全部在實景拍攝 還要去達德小學 是半夜,我們拍攝通病 你拍攝那部劇時 你的病是甚麼狀態 怎樣病發 我全程都閉嘴 總之一直在病的狀態 會否你本身是這樣的 不是…真的不是 因為其實我都說 我們去了達德小學 之後就這樣嗎 其實…不是 他看回音樂時 螢幕是雪化的,看不到 但你拍攝了嗎 拍攝了… 我便說另一位演員更可憐 因為他要吊頸在女廁裏面 其實真的很可憐 然後還有… 太恐怖 還有一個女生 他要穿全紅色衣服和鞋 他要吊頸在女廁裏面 之後另外有同一個案件發生 就是男演員要吊頸在那裡 首先那裡很骯髒 你的同事演員 有否跟她們分享一些怪事 她們說有些人一進去 是臉青、口唇化,然後全都掉了 你知道我每次進去 但只有我… 因為還要上床 這是外景,我還要上床 然後皮膚就會敏感 因為裡面太多… 太多東西 總之是一個… 其實你進去後也不好 也恐怖 也不好 但也很恐怖 也荒廢了 她說七多年已經荒廢了 是 到現在,你再去拍攝 以及我們又在說這個題材 你們這麼害怕嗎 對,其實當時我… 因為我要演Dr.Poon 我要演…去破案 我就要了解更多香港傳承 其實我在網上看到 有些人挺害怕 我也想分享一個 你有興趣關於茶餐廳嗎 茶餐廳… 對… 對,我覺得這是真心恐怖 有一天茶餐廳接到電話 有人叫外賣 叫了乾炒喉河 即是四人睡覺 對… 火機就送他去住宅 敲門禁止也沒有人 很久也沒有人開 他就叫了,是誰 叫我買 對… 然後終於開了一條縫 開了一條縫,把錢伸出來 他又覺得很奇怪 為何開這麼小 他又很想知道裡面是甚麼 但又看不到 算了,收了錢就離開了 到了晚上,回到店鋪 老闆結帳 結帳後,實體也有明通銀行的幣 為何會以為有人惡作劇 但又不像偷錢 偷錢又沒必要 又擺個… 擺個例子 對,擺明又玩東西 老闆很生氣 到處問到底是誰 大家都說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然後想起會否是今天叫外賣 即是有個縫隙伸出來 是否很暗,看不清楚 玩東西 所以玩東西拿錯了 老闆很生氣 說下次再有叫外賣 我親自去送 那兩天真的有叫外賣 老闆親自去了送 又是敲門,又是開了… 同一間 同一間 又是開了門 把錢伸出來,把錢伸出來 老闆確認 又是這麼奇怪,又是這麼小 他想確認,這是真錢 算了,那就走吧,真錢 然後回去 到了晚上結帳 又變成了銘口銀行 他很害怕,老闆很害怕 又生氣變害怕 對,馬上去報警 說有件事 警察馬上去住宅敲門 又是沒有人開門 最後要爆門進去 原來有四個人死亡 他死了一段時間 這樣就像死了一段時間後… 那也很臭 但法醫就在他們的胃裡 做甚麼 找到… 食物是兩天前被消化的 其實他們已經證實他死了一段時間 但死了一段時間後 但在他們的腸胃裡 找到食物是兩天前的 所以身體不在很久 但食物是剛好不在 沒錯 隔壁鄰舍就說… 沒有理由… 問有人知道他們死了 又發生甚麼事 他們說… 其實也不知道有人死了 因為每晚半夜 都有人打麻將的聲音 所以我看完後就發生甚麼事 但當時因為我要做Dr.Poon 所以我又要… Dr.Poon的角色 是要用一個比較科學的理性 去判斷為何會這樣 那你如何接受這件事 坦白說 其實真的解釋不了 你老公害怕嗎?說到這件事 他還好 還好嗎 因為他也試過… 他想做甚麼 家人報夢給他 報夢嗎?報夢… 對,因為他經常夢見 跟他媽媽一起吃飯 經常夢見他之前有一個哥哥 他已經過世了 即是有一個人,他已經過世了 他有一天就跟家人吃飯 其實他也沒有提起這件事 他就跟大嫂… 大嫂就是過世的人的老婆 他們就在那裡吃飯 然後說起一件事 就說我昨天碰到哥哥 他叫我要燒一架冰士給他 然後大嫂眼淚流下來 因為是沒有人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曾經以前的哥哥 在做車房 他很勤奮,有一次不小心 就弄得別人的便宜壞了 他一直都很內疚 就覺得應該要賠給別人 就跟他說希望他可以燒一架車 去給他 我先生就找了這句… 當時有個類似茅山的阿菇 做了一個法事,燒了 但阿菇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阿菇跟她說 真的有人來收 還有一個女人 她們全身都黑了 為甚麼就是有甚麼事 我老公就… 無管冷了 因為她們是火燭 害怕嗎?很害怕 很害怕 但有點溫暖 害怕,很害怕 有一絲溫暖 對,怕得來又有些感動的位置 差不多到了 我們現在在荷里活島 這條街已經歷史猶求 對,我不知道你有否來過公園 然後前面就是文保廟 公園?有公園嗎 專想去 有公園嗎?我真的不知道 我曾經在這裡拍攝過夜間 但是有公園 看看這些時候去的時候 氣氛會否令你… 有不同的感受 就是這裡了 這裡… 這裡有甚麼故事那麼害怕 走上去你就知道 為何那麼有聲音?沙漠 來到普慶坊 大家應該知道以前鼠翼這裡 這裡死了很多人 所以這個公園 也有很多恐怖傳聞 真的死了很多人嗎 這裡的街坊可能不知道 不過… 故事就是有個街坊 晚上回家,凌晨時分 經過這裡 看到裡面有很多穿著塘裝衣的人 聚集 心想,肯定是拍戲 走著走著走著 不是,但為何沒有打燈 再轉圈一看的時候 沒有人 在這個時候有人在耳邊跟他說 你是不是找人 嚇到他馬上大叫,知道嗎 嚇死了 你要找人嗎 喂? 很害怕 害怕…